收官之战 应该说看完这期天赐的声音 大多数喜欢周深 喜欢张绍涵的朋友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他们荣获了最后一期的金曲 应该说天赐的声音 如今在音乐综艺里面的地位 已经属于比较高的了 从一开始的靠着毒蛇除全 再到如今基本确定模式 天赐的声音这一路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第三季基本以音乐为核心 歌手们努力创作 呈现一个更精彩的舞台 而周深和张绍涵在最后一期 也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 《一路生花》 于我个人而言 我并不是很喜欢原唱 这在之前写的预告里也有提到过 原因很简单 不是偏见 而是主歌部分实在过于影响听感了 但是周深和张绍涵的演唱 却完全没有让我觉得歌曲主歌副歌是脱节的 原版《一路生花》副歌部分过于优秀 主歌部分却脱了后腿 而张绍涵和周深的嗓音 则是让主歌部分加分太多 周深的声音一开始响起的时候 便已经将人带入了歌曲氛围中去 我很喜欢周深演唱一些不一样风格的歌曲 但是不得不承认周深很适合唱这种温暖的歌曲 它的声音在高位置相当治愈 尤其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周深强悍的弃声技巧让这首歌更加感人 时而优美时而更弱 不会让人觉得力量感过多 在高音区依然维持弱机能 这并不容易 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第二段主副歌 从这里开始 各位注意一下歌曲的编排 两人和声是交叠进行的 首先是主歌部分 周深唱了四分之三的主歌 在第三部分的时候 张绍涵的和声进入 之后最后一部分 张绍涵转主旋律 周深转和声 副歌部分则是由张绍涵主导 周深负责和声 这一段和声 周深的嗓音非常好听 完全没有喧宾夺主 包含着张绍涵的声音 缓慢地向前推进 所以回顾健身团的评价 就不难理解 为何到了最后 只感觉自己听到了一个声音 因为两人的和声 一直处于一个交叠进行的状态 两人的嗓音在高位置给人的感觉 几乎是同步出现的 这样的感觉 需要两位歌手都足够专业才行 所以获得最终的金曲 实至名归 当然 最让我感动的 其实莫过于张绍涵最后 对周深的鼓励 不管是不是经历过多少的故事 在你人生中 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 我都希望你一切都好 一切忠于自己 然后永远都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这一段鼓励真的戳中我了 不关注周深的人 或许并不明白周深经历了什么 其实除了一开始的煎熬时期 参加天赐的声音 也导致周深遭受了相当多的误解 尤其是《玫瑰少年》一曲 让他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而这些声音并不友善 所以张绍涵最关键的一句 其实是永远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金曲便是认可 周深真的不用这么在意其他人 有喜欢自己音乐的人 自己也无愧于心 认真做音乐 这样其实就很好了 感谢观看